Shina Shina 21年的我 编成的这副德行 转身 怎么办 我的身高呢是178 体重嘛 最瘦的时候就是选美的时机 那个时候108斤 最胖的时候就前段时间156 而最近呢我的体重呢已经掉到了137 其实一直以来你们也都是知道的 我是完完全全没有身材焦虑这一回事的 因为我觉得自信最重要 体重只是一个小小的数字 美不美跟胖瘦没有关系 自信健康那才是王道 但是为什么我最近又会瘦了这么一点点呢 那就是上个月我去检查了身体 上一支视频Vlog已经有发了 我去医院看荷尔蒙医生的全过程 还没有看过的漂亮宝贝们 记得去补一下功课哦 然后检查结果就发现医生他告诉我说 我的胆部唇过高 骨密度还不够 需要补盖的同时医生他很强烈的建议我 需要开始运动起来 并且我还得控制我的饮食 不能够再吃的那么有密且不健康的食物了 不然我的健康是会有减的 也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我决定 OK我要去健身房开始运动起来 我不能怪像以前那样子在家躺平 然后不动还有胡吃还塞了 其实之前有很多很多粉丝都有私信评论问我 希望说我能够出一期减肥的视频 因为他们看到我忽胖忽瘦像玩一样 但是呢我一直都没有出这种视频 这真的是我第一课关于减肥的视频了 为什么一直以来我都不出呢 因为我觉得我真的得为你们粉丝负责啊 我不可以给你们传递那种不健康的错误的减肥方式 因为在过去我的减肥方式就是 不吃点粉结实 选美的时期我那么瘦对吧 但是你们知道吗 我因为吃太少 水血糖低经常会发孕 所以这个不健康的节食减肥方式 换做给其他女生来做的话 那是很不ok的 因为长期的节食会导致营养不良 是会影响到你的健康的 严重的还会造成你的月经失调 甚至提前绝经早衰 那个时候你的脸会狂 皮会松 身体机能会变差 所以我不能乱教你们啊 而且我还有另外一个非常不好的习惯 那就是我会去 经常的去call hole 因为每次我只要控制不住我自己的欲望 然后就会忍不住的大吃大喝 发泄完我的食欲之后呢 我就由于我内心的愧疚 于是马上跑去洗手间去催吐 那个时候真的是年少无知不懂事 这可是非常不要命的行为 是很有可能会得到厌食症的 我当时真的不知道 我的脑子是被门夹了还怎样 怎么会传到如此之地步呢 所以你说我可以教你们去结食去call hole吗 当然不可以了 还有啊经常会有人问我说 呀呀你在泰国住那么久 泰国的减肥药是不是真的很厉害啊 好想尝试哦 我告诉你们 你们如果减肥选择去吃减肥药 那么你们就立刻完蛋了 因为这个世界上是根本没有一款 减肥药是有效果的 更多的是副作用 已经危害你的健康而已 如果说减肥药真的是有效果的话 那么世界上早就没有盼子了 你们说是不是 所以去健身房锻炼 才是最有效的减肥效果 so我最近呢 都是在witch上面的小程序 class path上面来进行约课健身的 这个小程序不得不说 真的是非常赞 因为呢你根本不需要办理任何健身法的会员卡 你呢只需要在这个小程序里面 就可以约到任何你想去的健身场况 并且还有老师教课指导哦 时间上面是非常灵活的 并且性价比还很高 你看我之前前三天就分别去了三个不同的场馆 体验了三种不同的健身方式 真的是特别有意思 而且还伤脂肪的感觉是真的很好 所以接下来呢我就带着你们一起去体验一下 一定要看到最后哦 因为我有给大家准备了好礼物 耶 台湾记录运动的第一天 今天我要去那个 媒体塑形一对一的一个训练 所以咱们去看看我今天能不能够热辣滚汤 好刺激哦你看 就像我叼起来 不过别想歪嘛 它是一个腰腹塑形的一个效果 OK 这真的是我第一次尝试红绳选吊师的塑形方式 真的是蛮新奇的 然后教练他人非常好 他会教我循循渐进的 并且辅助着我指导我正确的动作 而我学的蛮快的教练说 嗯我很有天赋很上道 然后你看这种比较复杂的动作 我也可以基本上一个人完成了 我是一条美人鱼 这个人在跟你运动都睡早了吗 很累的姐妹 减肥运动健身很累的 你看我休息五分钟不行吧 不行不行 就累了一个小时了 所以休息塔屏五分钟之后 我们回归到地面 来做一些拉伸的一些动作 你看我这肌肉 总有一天它会锻炼出来的 狂练我的腰部 让我真的是快累死 我快往生了 加油 做作女的表现就是 即使累死 我们也要美美的 帅妈 我感觉我这样子坚持下去 我的小步绝对会温柔 所以你们给我点时间 我会让你们看到我的马甲线 来Cheers 再见 是的 经过了昨天的红绳塑形之后呢 我感觉我找到了一点运动的感觉了 所以趁热打铁 今天我们去拳击运动 你看我是不是很有天赋打得还有我有样的呢 美美请问一下这个拳击怎么感受呢 很累 太爽 太爽了 我爱你 跟我的衣服很配 粉红飘飘小拳拳出动 阿达 真的 经过两小时的体验下来 我感觉练拳击真的是一个很不错的运动 因为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 这会是一个发泄的运动方式 并且它还可以学会防身 真的是好处多多 强烈推荐给大家 真的是累死了 谢谢老师 好 开心 好 开心 好 开心 又好 another day another vlog 今天呢 可牛批了 因为今天我预约的是剑大号 让我们去铁钉一下头 今天教课的老师是吴老师 他人非常nice 也是很信心 教我如何用剑啦 然后以及走位是怎么走啊 so你看我的初步成果 我帮不帮 撒不撒 重头戏来了 老师换上头盔 要来教我如何正确基建了 会是这个地方 我试一下 我真的不是来搞笑的 毕竟第一次嘛 你看俗能神巧 我练多几次之后 是不是仗势就好很多了 你们觉得呢 学文尖道呢 和气道我们也要学一下 因为这个也是非常适合女生的 他主要就是教我们如何的解困 以及防守 学起来 学起来 手掌摸摸摸摸摸 真的和气道真的非常实用 就是利用巧劲 来破解对方的攻击 你看老师还教我这种大招 我也是轻轻松松就学会了 好啦今天的剑道课就到此结束了 今天也是学到很多很多 正当防卫防身的东西很赞 然后回去得好好洗个热水澡 今天也是流汗多多的一天 所以我真的是要给这个小程序 比一个赞 so 大家赶快加入来使用 classpass的约课行列吧 操作也是非常简单的 你呢只需要打开你的wechat 然后搜索classpass 关注一下 然后再注册一下 最后就是约课充值的时候 一定要用优惠码啊 因为这样子会更加的省钱 真的classpass是真的非常方便 而且还可以去不同的地方 去上不同的健身课 就特别适合像我这种 讨厌单一 然后害怕厌倦 喜新厌旧的人啦 OK 这就是我的健康减肥的日常啦 希望我的这支视频 能够带给大家传递出一种 健康生活的一个概面 让我们一起 管住嘴 卖开腿 然后大家记得一定要去关注 classpass这个小程序哦 我是你们的痒痒小星 我们下星期再见 打呀